乌干达的科学家们真的研发一种所谓的黄金香蕉 这种香蕉不但抗病虫害的能力更好 而且含有更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我们已经成功证明我们可以将香蕉所含的维生素A提高6倍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相关报告的共同作者表示 转基因作物为非洲增加农业生产力 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带来希望 正在非洲研发的转基因作物是特别为贫穷的农民和消费者的需要而设计的 像是树鼠 高粱 香蕉 田鼠 还有抗旱玉米等作物 但也正是这些作物在试验阶段陷入了困境 贝利说 原因是非洲各国政府在反对转基因作物团体的强力游说之下 不愿意通过相关法令 他们宣称转基因作物和不孕症 癌症或是动物畸形有关 这些说法没有一个是真实的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是事实 反对人士认为 转基因作物非但不能产出更多的粮食 而且伤害环境和贫穷的农民 在加纳首都阿克拉的近郊 农民纳尔特医种植八婆果 玉米和其他蔬菜 此外他还经营一个小型的牛奶厂 加纳今年通过法令允许试验种植黑眼豆等转基因谷物 纳尔特医认为这不是一个好主意 任何非天然的东西都有它不好的一面 如果不是天然的 就要非常小心 因为最终是我们吃下这些转基因食品 但是有人做研究吗 加纳政府坚持他们已经实施紧急生物安全法 但是通过转基因作物增加产量 并不是解决非洲粮食短缺的办法 国际援助慈善机构行动援助的安布罗斯 从内罗币透过视讯访问对美国之音表示 这并不完全是粮食生产问题 问题是将这些产出的粮食提供给需要的人们 非洲大陆在道路基础设施和储存粮食设施等方面 仍然落后 如果有一个非洲国家能够率先通过转基因作物 其他国家可能很快地跟进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的贝利表示 一旦通过 大家就可能明显看到 转基因作物非常有用 有提高产量的潜力 有抗病虫害的能力 消费者也可以看到他们并不是健康的威胁 支持转基因作物的人士认为 他们可能启动一场非洲的绿色革命 但是仍然有许多人对这种说法抱持怀疑 美国之音 VOA卫视新闻报道